上府繼續施政總之行 第一位請莊啟光議員請換人 台北主席 許議長 談市長 三位副市長 市府列席的官員 各位同仁 各位媒體小姐先生 各位鄉親 各位好朋友 大家知道 首先 我們來談談 高雄市的財政 跟預算 第一個就是 自酬財源 高雄市可以說 增加最多的一個城市 那自酬財源的部分 就是由稅錄減補助款 包括一般補助款 包括中央討籌分配稅款 高雄市 1803年的稅率的部分 是1206.72億 補助的收入是 290億 中央統籌分配稅款是 24240億 兩百四十二億 接受它是 我們 最近公佈 整個我們全國 所有補助 所有補助的明細 我們自酬財源的部分 可以說 由於1206 檢調補助的部分 檢調中央統籌分配稅款 我們是672億 五千萬 比較去年 高雄市自酬財源的部分 是588億 八千四百萬 高雄市 是增加 八十三億 六千 六百萬 那與台北市 新北市 台中市 台南市 來做一個 比較 高雄市 可以說 一百零三年 自酬財源 增加 最多的 一個 城市 來下一頁 那一百零三年 五都舉債的 一個比較表 高雄市 那個 稅入 稅出 那個 差短數 就是說 我們那個 舉債 淨額 是 一百二十億 因為我們議會已經通過 我們舉債的 金額 不能超過 一百二十億 我們 債務法本的部分 是 三十一億 一千萬 所以 我們 明年度 我們舉債的 額度 是 一百五十億 一千萬 那台北市 來講 它是 舉債額度 一百億 但是 一百億 你要加上什麼 你去年台北市 還有英語 九十二億 五千八百萬 所以 台北市 實際 如果沒有去年的 雲雨 實際的 舉債額度是 一百九十二億 五千八百萬 那 新北市的部分 台中市的部分 還有台南市的部分 你看 舉債的部分 是蠻大 這就是 公共債務調整 他們舉債的上限 可以 做一個重新調整 所以你看 他們舉債的額度都很高 那從這個數目 我們就可以了解 我們高雄市 在明年度 五都舉債額度來掌 可以說是最後一名 那從上一頁 就是我們 債務 就是我們自酬款 增加的部分 可以說是五都的第一名 但是我們舉債的部分 是五都的最後一名 可以說最少 這標記上 我們高雄市的 財務狀況 有所改善 高雄市的災政 可以說 並著五都來講 明年度來講 可以說最好的 屬實講是這樣 那我請教 我們 那個 研究考核的 大主委 我們研考會的 市主委 來做一個答貨 請答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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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議長 謝謝鄭議員 我想其實 莊議員這一邊的表格 其實講得很清楚 就是說 基本上在五都 中央的補助都沒有增加的情況之下 其實為了 這個維持整個市府的 這個基本運作 以及我們其實在現實合併之後 這麼廣大 這個公共建設支出的這個需求 要維持這個規模 然後中央的補助 其實五都都一樣 都沒有增加的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只能 自 自求 這一個財源 那 這些財源當然除了部分的 是稅收的增加之外 當然來自於這個 平均地選基金的這個挹注 那我想 透過這一個公辦的土地重劃 讓這個整個財源 漲價歸功 回到這個市政建設的推動 我想這樣的一個 那高雄的製作 應該是健康的 那高雄的製作 那高雄的製作 就是能夠持續的這一個 能夠獲得控制 這個還有努力的空間 好 請坐 來下一頁 阿豬阿 從我們 第一章到第二章 我們看到 我們自走財源 增加的部分 可以說是五都的 第一位 舉債的部分是五都最少的 但是我個人一直認為說 你自走財源增加了八十幾億 但實際上 是不是 我們高雄有這種能力 可以增加八十多億 那從這一章的數目 這個數目就是 一百零三年 稅入預算 增加的部分 我大概有做一個統計表 那我來針對第一項 地價稅的部分 包括我們土地售價的部分 來做一個探討 那 地價稅 一百零年度 是八十一億 一百零二年 就是今年八十八億 為甚麼可以說 增加七億 因為我相信 今年 我們接到地價稅單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 特別的著名 就是說 一百零二年的公告 地價 已經 調整 已經調整 那公告地價調整 那我們的地價稅 就隨之 調整 大家都知道 我們公告地價 是由我們地震局 大概 免三年 調整一次 免三年調整一次 所以 今年 我們調整 當然 我們全家 差不多 七億 會收入 沒有 我們公告地價 有沒有調整 應該沒有吧 一次 公告地價調整 是甚麼 一百零五年 所以 你說一百零三年 可以增加八點二億 所以 我覺得 這是一個 數字遊戲 應該 變不了 吧 明年 不可能 用三年 調整一次 所以我覺得 這種地價稅 的便利預算 我認為 有討論的空間 有討論的空間 不可能的事情 那土地 售價的部分 今年 我們是變 三十二億 明年 是變 五十五億 當然 剛才 我也有 跟我們 地震局 我們的 市局長 在討論 明年 我們的土地 事事 還會持續的飆漲 當然 很多人是 持著 肯定的態度 但是我個人是 持著 負面 有甚麼 因為我覺得 高雄的土地 真的 這幾年來 差了 有更離譜 尤其 土地 的 插法 都是甚麼 北部 來投資 其實我們高雄的 建立上 對北部 來到高雄 插這個地皮 插這個環境 我說 真的非常非常的 不懈 尤其 最近 我剛才有 跟我們 謝忻 說 最近 整個土地的 交易 的狀況 可以說 大幅的 下滑 大幅的下滑 大幅的下滑 所以 我是 我個人的 覺得 把我們 建立 來做一個探討 他們覺得說 我們的 土地 包括房價 不應該 漲的這種狀況 蓋到新北 立法 他們 認為 最快 快 最快 應該是 明年 下半年 整個 我們的 房價山 應該會 大幅度的 下滑 最慢最慢 一百 空四年 甚至於 會崩盤的 狀態 所以這裡 我們變這個 五十五月 我是認為 有談判的空間 當然 平均地錢 一部分 我們實在說 是 我們 高雄市政府 重要的 財庫 今年 是 三六八億 明年 總共有 七十二億 七十二億 我是認為說 我們 與其 玩這個 預算的 數字遊戲 我們是不來 正本 親眼 來開闢 一些 財源 我覺得這比較 務實 來下一頁 因為時間的問題 我不再 不再做一個 明細的說明 我覺得最重要 正本親眼 開闢財源 好 啊 啊 過年多 我大概有提一個 七項的 建議 啊 這個七項的建議 有可能 事務團隊 認為我是 自己的 思維 但是這 我跟你說 我經過 很多 專家 建議 啊 我 比較正義出 這個七項項目 來 第二個項目 按 污染性工業產值比例 計算 統籌 分配稅管 我為什麼 要再重複這一條呢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們的 中央統籌分配稅管 有兩種 一個是 一般的 一般的統籌分配稅管 是 降 百分之高 所謂的 普通統籌分配稅管 降百分之高 百分之高 啊 我們的 特別統籌分配稅管 是降 百分之高 那 百分之九十 的普通稅管 裡面 以現行的法令 就是 剝走 整個縣市 整個財政的差額 這降 百分之八十五 那百分之十五的部分 是依照 各縣市 財政 努力 及績效 來做一個分配 我 去年 我就向 起務建議 在這個 百分之十五的部分 我們 可以 清楚 百分之五 按照 污染性 工業產值 來做一個 重新 分配 做一個 重新的調整 為什麼講這樣呢 因為工區 是一個重工業 一個城市 我們整個 污染 的 污染性的產值 譬如講說 我們甘鐵業 可能整個 甘鐵業的產值 高雄市 是佔了 全國的 二分之以上 差不多 百分之五十 中 以那個 石化業來講 高雄市 污染性的產值 可能要佔三分之以上 所以我們 全部統計下來 按照 污染性工業產值的比例 高雄市 可以分三分之 三分之 有多少錢呢 就是 五十二億 所以我希望 我們市府團隊 針對 這個 建言 希望說 你們好好的 重視 這是第一行 第二行 針對 高雄 作為一個 空港跟海港的 回饋金 還有開增 都市建設金 還有 我們所有的公共事業體 除了社會責任以外 應該朝著民營化 還有 第五個 要求金光退出財產 作為一個 國家公園 第六個 開發新市政中心 為什麼我希望說 開發新市政中心 還是 有一個大型的開發區 我比方說 我們以三百公圈來說 扣掉 整個公共設施 百分之四十 還有業職 合作 自己分到百分之四十 各公司 起碼可以分百分之二十 三百公圈 百分之二十 多少 六十公圈 定義十百萬 十八萬坪 十八萬坪不少 他現在 我們的郊區 現在開發三十四十萬 我們講二十萬 來講 可以增加多少 起碼三百六十萬 我是認為這個 蠻重要 針對公司的財源收入 第七個 當然 我們希望 繼續推動 繼續推動 我們各個產業的發展 整對 醫生 分析的建源 來 市長 你的看法是怎樣 請答我 市長 答我來 謝謝議長 謝謝莊議員 我是非常認同 莊議員 我是非常認同 未來的高雄怎麼樣子 開闢財源 我是很認同 但是這種 中央統籌分配款 他們過期 這個決定 包括人口 民宿 營業 財政能力 我覺得 我們這個部分 特別多是非常期待 有關於污染性的一個工業產值的比例 就是說 我想 莊議員了解 譬如 中央 他就在高雄 所有中央都在高雄 但是中央 他的高雄 是在台北市 這樣台北市幾年 差不多幾百八十年了 我們為這個事情 也一再跟中央反映 其實他只要把總公司 像中鋼一樣 搬來我們高雄 這樣 對高雄 我們的統籌分配款的分配 就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這個部分 當然我們會繼續進出 當然我們問一邊 在中央 這個中央統籌分配款 財政收支化分法 我們市政府也有一載來表達 就是說 依照現行 他人口的統籌分配款 降百分之一十 民宿也降百分之二十 民宿也降百分之二十 營業額百分之五十 財政能力降百分之十 我們高雄市的建議 就是說 人口要降百分之三十 民宿要降百分之三十 分配這樣 我們的意見 我們在中央召集 各都 我們在討論 我個人跟財政局長 我們都是親自在立法院參加 表達高雄市 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困境 要求在這個部分 能夠分配重新來調整 謝謝 市府團隊 一直在擔出什麼 環保局 一直在擔出什麼 我們探稅的收入 實際說 到無情為止 有可能 我相信中央也不可能會準 所以與其 你要擔出這個碳稅 不如 我剛才說完 我們就來按 污染性工業產值 來的比例 來做一個 統籌分配稅管的一個 重新調整 我這樣覺得實在 所以我希望說 這條就對了 除了 其他六項 最重要 我是覺得說 我們 污染性 產值 的部分 來做一個調整 我覺得這個機會有更多 來 我們繼續下一個 現在我們來 談談 我們 有關 黃色小鴨 的議題 首先 我請教我們 新聞局的 局長 那局長 針對 整個 黃色小鴨 你的評價 是如何 還有 未來的規劃 有何 未來的規劃 來 請答案 謝謝議長 謝謝莊議員 我想 黃色小鴨在一個月展出期間 確實對 高雄 不管是在觀光 或者是整個經濟上 或者是在 國際的知名度上 都大幅提升 我想效益上是相當的不錯 那未來我們因為 還跟霍布曼簽有 兩年的合約 所以還可以再做展出 那個這個部分市府內部 也在做評估 然後再選擇適當地點 跟時間來做展出 請坐 請坐 黃色小鴨 因為我本身就住在海邊 事實上 其實我們也蠻驚訝 不要說我驚訝 所有來到現場的 包括很多朋友都非常驚訝 他說 簡單一個專制的藝術 一個文章的藝術 既然可以帶動這麼多的人潮跟商機 真的出乎我們的想像 出乎我們的想像 在那 雖然 剛開始 我們 那附近的禮 真的罵人要命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整個交通管制規劃 初期的時候真的不是做得很好 因為 那人潮超乎想像 超乎想像 從官方的統計 大概有三百九十萬個人次 帶來十萬十億的商機 這十億的商機 我是不瞭解 但是 我們人家了一句不論 包括 夏國媽 那些黑衣衫 帶一些 那家 外面 上面 就人擺 就賺了一萬 真的 有時候 真的超乎我們想像 那除了 人潮 跟前潮以外 我個人 最大的收穫是誰 因為我們 我們老婆孫 剛才讀一下 既然 我們一直學 教他 大概 教爸爸媽媽 最愛的要叫我阿公 但是 真的我們非常壓抑 既然他協會的第一句話是什麼 許大主委 我看你切得最大聲 既然第一句話是什麼 壓一壓 真的 超過每天 一天更 來到 他們讀三人 來到一樓 每天就超過 要壓一壓 所以真的 平常說 真的超乎 我們的想像 超乎我們的想像 來 下一頁 所以這裡 我覺得 一個 很簡單的 一個文範 一個 裝置意識 能 帶動 整個 我們的人潮 還帶動 我們整個 我們的前潮 我希望 我們四福團隊 要加把勁 那下一步 該怎麼走 我相信 依 四福團隊的智慧 絕對不會讓我們市民 有所失望 來 下一頁 還有這個 規劃上 因為這次的 主辦單位 是 我們 那個 新聞局 但是我個人的 潛見 如果 這組單位 由 觀光局 跟 文化局 來做一個 主辦的 的話 我相信 這個人潮 這個商機 應該 會突破 現有的狀況 因為 畢竟 我覺得我們新聞局 應該扮演什麼 麻煩 大概發言的一個角色 因為 觀光局 來講 許局長 我個人認為 他各方面 在高雄市的表現 是有目共睹 包括文化局的部分 就是伯沃特區的部分 所以我希望說 像烈士 這種活動 還是回到 我們的 專業度 回到我們的專業性 由我們 觀光局 跟文化局 來做一個 來做一個 主辦單位 那 整體的規劃上 譬如說 那到那裡 都看到 那些黃色小鴨 整個 整個 所有的 整體的規劃 我認為 非常的欠缺 包括 我們進入 展示區 應該做一個 大型的看板 來介紹 黃色小鴨的由來 包括 原創人 厚夫 曼的簡介 應該要 非常非常的詳細 包括 他已經 訪問過 幾個 國家跟城市 甚至於 可可規劃 最佳 最佳 這位 錯了吧 最佳 照相的 那個區域 最佳 鏡頭的部分 人家到那裡 就知道 在這個位置 我們就可以照到 整個 最好的 一個 鏡頭 這東西 我希望說 未來 能夠做一個 改善 下一頁 那從黃色小鴨的審思 我一直說 文燦產業 是未來 我們台灣 未來 剛好是一個重要的 一個新興產業 那 我們都曉得 要做文燦的業者 大概是 什麼 林宅 最缺是什麼 就是經費跟資金 大概資本的都是 非常非常的少 尤其 他們 要找一個 適合的 辦公場所 也非常的缺乏 我是建議說 是不是用我們 閒置的學校 包括 我們現在 七年國中 已經 可以說廢校了 可以讓 文燦業者 來做一個 辦公的一個場所 我相信 如果我們 提供 給他一些辦公場所 加上 我們 一些獎勵的措施 我相信 可以 創造很多 文燦業者 在高雄市 發光發亮 來 下一頁 現在 現在 我就以 杭州的 西西施地 來做一個 建言 做一個建言 那 那 這個杭州 都想到什麼 都想到西湖 但是 杭州 現在最亮麗的是什麼呢 最深度的旅遊 可能他們會介紹你去哪裡呢 就是 去西西施地公園 一種面積有 11 11.5平方公里 11.5平方公里 是多大呢 我們原來高雄市的土地面積多少 沒有合併錢 52 平方公里 等於是原來高雄市的 十二分之一 如果你要 去那邊 坐船 大概 就是 圍繞一圈 起碼要 四個小時到五個小時 所以面積 可以說 非常非常地大 他已經結合一個 城市的 濕地 農耕的濕地 還有 最重要就是 文化的濕地 成為中國所做 中國 可以說 第一個 國家的濕地公園 這濕地公園 總共有 八十 九種的 鳥類 舒淇 舒淇 思淇 這 陸珠港 主演的電影 《灰塵勿勞》 我相信 轟動的全世界 就在 我們 西西 西西施地公園 所拍攝的 那下一頁 這就是 以 西西施地公園 它一個 非常重要的 一個 鳥類 這是黃莉 這是喜雀 那下一頁 這就是他們整個 西西施地公園 目前的狀況 目前的狀況 這個地方是什麼呢 是 畜牧業 農藝牧 在牡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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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非常的 嚴重 結果 他們整體的規劃以後 你看 這裡的 整個的 風景 都非常的漂亮 那我 提到這一點 就是希望 高公司 能夠做一個 借進 它現在 這裡所有的 處就對了 是 西西 西西 市地公園 免費 提供給誰呢 世界上 所有 文章業者 來這裡 所有的 費用 都是免費 給你做一個 文章的一個 開發的場所 所以 剛才我說了 為什麼 希望說 我們高公司 有這麼多的 文章業者 很多的文章的 這些 莊科學校 如果 我們能提供 西選國中 當一個 辦公場所的話 我相信 會培育很多 我們高雄的文章 這些 開發者 所以 你看 這個view 跟過去 所想像的 那種 污染 的一個公園 我們真的 不可思議 那下一頁 所以 我 希望說 我們 由 黃色小鴨 避進 雨夜洗上 就是 暫時性的 一個活動 我們希望的是什麼 一個 永續經營 的一個 文創原地 希望說 我們 高雄 能夠創造 烈士 憤怒了 這些的團隊 希望我們 事務團隊 包括 我們研考會 包括 我們文化局 針對 這個部分 融作 做一個重新的思考 那針對 以上的建言 那請問 陳市長你的看法 請市長答我 好 那時間暫停一下 現在有小港高中 信義組長 黃柏林 劉維琪老師 陳秀恩老師 帶領學生 在旁聽是旁聽 鼓掌歡迎 市長答我 好 謝謝議長 謝謝莊議員 我基本上 對剛剛莊議員 以稀稀失地 這樣的一個規模 包括 包括他們 現在的作為 當然高雄市 我們必須 做為我們 最好的借鏡 那我覺得高雄市 我們在文化創意的產業 這幾年的努力 從一開始 譬如我們的柏二 一開始 每年不到15萬人 那現在每年 大概超過250萬人 大家都到我們的柏二港邊 舊的倉庫 舊的哈馬新車站 包括我們那個車站旁邊 我們的鐵道文化園區 這個也是我們大力在推動整個文化創意的產業 那接下來當然高雄市 根據文化局的期盼 那高雄市也願意用以地異地 來跟金方做一些討論 因為我們的黃埔新村 我們有很多過去的建村 市政府很期待說 這些建村不好拆除 那在這個部分 我們來跟整個國防部再討論 我們覺得用土地交換也沒關係 這個部分 有的地方 現在黃埔新村 有的地方是損失 有的地方 現在金方還是沒有同意 但是我會覺得說 我們看到整個杭州 他們在這個文化創意 包括他們的規模 還有他們的用心 那高雄市政府 我們希望未來在高雄市 譬如像我們高雄市 可以說全世界為二的夜市界 就是我們的二地型 在那裡我也希望那個地方 也是未來我們高雄市 可以做很好的建立 夜市界這一次 在整個聯合國 整個環境規劃署 跟國際公園協會 在中國大陸的廈門 在舉行最後的決賽 夜市界也有得獎 那我這樣 他是第二名銀牌 但是我想我剛剛我也希望 我們高雄市政府的團隊 能夠以別人成功的案例 作為高雄市政府 我們接下來 如果譬如像黃色小鴨 譬如像有很多不同的創意 我會覺得這個部分 只要能夠創造一些新的商機 我覺得我們高雄市政府 都一定會極力在這個部分 用整體團隊的力量 來做一個好的規劃 謝謝 柏特區的部分 我們這兩年來 配合我們整個高雄港的製造 一些古城口 實在說 已經差不多就緒完畢了 現在的人潮也蠻多的 那唯一我個人認為 比較集中在大型的這些文創業者 大型的文創業者 那因為我經常說 如果你要有這種前潮 一定要有這個人潮 那人潮我們現在持續在增加 但是那些前潮 剛剛有 我覺得柏柏特區還很欠缺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說 不要怕人家說 講說你圖利產商 我也覺得說 你要給人家 有一個休閒 那晚上 可以給他們一個 那個那個 去的地方 你有沒有 柏柏特區 我們平常說 其實 人很多人不對 但是晚上有人 少之又少 除了禮拜五、禮拜六、禮拜天以外 所以我覺得柏柏特區的部分 真的 我們要增加一些 做生理人 一個賺錢的機會 製造一些商機 有商機 相對的 會帶來一些人潮 柏柏特區的部分 我剛才說 給文創業者是什麼 就比較中型 大型的這些 那文創業者 我希望說 針對我們剛創業這些 文創業者 我跟你講 你不要看他 誰說 是一個剛創 創業者 那魯哥能夠提供給他 很多的經費的獎勵 包括場所的話 我相信 絕對 絕對不會 絕對不會輸給 我們這些 一些大型的 中型的這些 文創業者 我希望說 我們事務團隊 針對這部分 可以提供給一些 來高雄 想要創業的一些 文創業者 有一個 辦公場所的 這種地方 來 下一頁 那我們 來談談 就是 大陸 十一日 光顧節 的議題 那 這就是說 我們 大陸 就是我們 阿里巴巴 集團 一個創辦人 就是馬雲 來 針對 大陸的這些 單身 貴族 來 定為 十一月 十一日 是他們的 冠軍節 他今天非常厲害 利用 他們 現有 網路的 這些 優勢 把 十一月 一日 做為一個什麼 狂慌的 購物節 狂慌的 購物節 那 今年 今年 你看 十一月 十一日 過了一分鐘 他的銀額多少 是一億的人民幣 六分七秒的時候 他的成交金額 已經超過 十億的人民幣 那 三分二十二秒 已經超過 二十二 二十億的人民幣 那 整天來講 就是 十一日 十一日 來講 整天的 營業額 是多少 這個 我們新台幣 是 一千 七百 五十億 一千 七百 五十億 那下一頁 現在 現在 大概就是 電子商務 的一個 新的 產業世界 新的 產業世界 十月十一日 那 淘寶王 跟天貓王 的營業額 是一千七百 五十億 那 整個 淘寶王 跟天貓 他們的 預估 預計 每年的 成長率是多少 百分之 三十二 百分之 三十幾 他們 他們預估 他們今年的 營業額多少 1.7億 哇 1.7兆 人民幣 和我們代表多少 將近 八兆 八兆 我們台灣 中央總預算的 三倍到四倍 真的會嚇死人 這就是這樣 電子 商務 未來 是一個 新興 一個產業 根據 我們台灣 經濟部的調查 今年 我們實體的 這些商店 到目前為止 他們 關他們幾間 關他們兩萬幾間 但是 在網路 過物的 這些公司 到目前為止 就對了 今年我們增加多少呢 增加了 兩萬多家 這表示說 電子商務的 時代 已經 來臨 齁 你像 美國 今年的 港元節 齁 它的營業額 網路購物的部分 有多少呢 是三十億 的美金齁 就是我們代表 總金 九百億 你看 一個港元節 網路購物 美國是九百億 大陸的觀光錢 十一月十一號 它的 銷售金額 網路銷售金額 多少呢 一千七百五十億 我說 我們高雄 整對 未來的電子商務 包括 網路購物的部分 我們絕對 不能缺席 因為畢竟 高雄 目前為止 有我們的 優勢 包括 高雄港 你看 整個 自由經濟失望區 包括 短體科學園區 鴻海 已經 實質的 進駐了 我們只能說 鴻海都嫁了 結果 它真的 你看 它的辦公室 一直在加班 在新建中 那 現在一直在對外 招募 這種人才 他們說的是 雲端科技人才 跟 我們這網路 過物 有息息相關 所以 我是建議 我們 自由經濟失望區 為了是 我們高雄是一個 經濟 命脈 那我們 除了 高雄港以外 我們應該 把 多工人經貿運區 納入 我們整個 自由經濟失望區 裡面 啊 結合我們高雄 軟體科技園區 包括鴻海 科技大樓 啊 透過 我們產業的 情趣 啊 發揮高雄市 商務網路 購物的 創意精神 結合 高雄 年輕科技人才 齁 在多工人經貿園區 齁 打造一個什麼 雲端物流專區 齁 我覺得說 對於我們高雄來說 齁 我認為 是 未來一個 新的 一個產業 齁 啊 我希望說 我們高雄市 能夠做一個 掀起的規劃 我覺得對高雄市 整個 稅收的部分齁 是一個大利多齁齁 齁 下一頁 齁 我講了 我們希望說 很多重要的科技人才 來到我們高雄市 就業 包括我們希望 我們高雄市的 科技人才 能夠 落葉歸根 回到我們高雄 來做一個 就業的機會齁 最重要 我覺得我們高雄齁齁齁齁齁齁齁 Uh 三民耳 總共超過二十萬了 我們實在說 以整個我們這些親人朋友 要帶高雄就業 要有一間家裡住 我覺得遙遙無期 我希望說 讓高雄人要高雄吃頭路的年輕朋友 有一個住的一個地方 我是建議 因為我今年五月份 在總執行的時候 已經建議我們高雄市 市政府來推動 青年合宜住宅 當然也很多 的朋友得到一個 善意的 回應 我們希望說 由觀問節的審司 來打造我們高雄一個 雲端物流 專區 讓這些人 讓這些人 人到高雄 有人住的地方 我是建議高雄 真的要繼續推動青年的合宜住宅 尤其 我們都公園經貿易區 包括 205兵工廠 包括中台的部分 包括都公園經貿易區 現在已經重新做一個 那個建幣力 跟工具力的調整 我相信 我們市府相對可以得到 很多的一些 土地的重化 希望說這些土地的部分 我們試試活用 來開這個青年住宅 那就是地上權就好 我不會拖到 五十年的地上權 我相信現在 我們大樓 差不多十二樓 至十八樓的建築成本 來說 應該差不多八萬塊左右 相當的節來說 差不多九萬塊就非常的高膽 我們一平 不到十一萬十二萬 我相信所有這些 青年朋友們 一定 能夠接受 能夠創造我們高雄市 很多的就業人才 整對這部分 陳市長你的看法怎樣 請答應 市長答應 謝謝議長 謝謝莊議員 基本上我是 非常同意 高雄市政府也朝著這個方向 在努力 就是說我們怎麼樣子 爭取一些合宜的住宅 高雄市能夠爭取一些年輕人 回到高雄工作 那高雄現在我們的一個 投資專案小組 是由李副市長在主持 包括金花 環境 多花 各個幾個基礎 就是說爭取更多的產業到高雄來投資 包括電子業 面板業 那可能 我想莊議員也知道 最近我們荷花延期 這兩天高雄市政府 大概下個禮拜 那我們會到中央 因為這跟工業局的支持有關 會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面板業者 要在我們荷花園區 能夠做比較大的投資 這個會增加三千到五千就業的機會 高雄市政府工業局了解到 我們這個投資的重要性 他們也大力幫忙 我用這樣講就是說 今天如果要爭取更多的年輕人回到高雄 當然就業空間的一個開拓 這是我們的重點 我也同意 剛才曾議員說 建立青年的合宜住宅 現在都發掘地震局 我們在尋求這個部分 我們希望跟民間合作 設立地上權 或者有更好的方式 希望很多年輕人可以回到高雄工作 能夠給他們一個適當價位的住宅 我覺得這個部分高雄市政府 都是朝這個方向在進行中 我們非常謝謝莊議員在這個部分 一直非常支持 我們對莊議員這個也很見 我們從上一次你提出來 我們基本上在內部 整個都發局現在都在朝著這個部分 那未來我們在新潮新潮的這個部分 在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也是很適當的 市政府也覺得那個地方 我們都願意做很大的改變和獎勵 來建立合宜住宅 謝謝 合宜住宅新建的地點 我相信我們市府 這個抵會地也蠻多的 不然說你合宜住宅 就什麼 蓋到哪裡呢 蓋到橋頭啦 還是蓋到那個年份大樓市 我也覺得 不會吸引 我們這親戀朋友 回高雄就業的機會 我就覺得說 在我們市中心 一方面可以打壓一些房價 我會讓高雄的房價 蓋得太離譜 我們都不知道 我也覺得高雄的房價 我預計 後年絕對會關盤 所以我這裡呼籲 我們所有好朋友 買房子現在不可以買 來 下一頁 我們來 談談我們公車的問題 我擔任民意代表以來 一直在推論 我們公共事業題 要朝著民音化 除了你本身有社會責任以外 一切專撥 我認為都要民音化 所謂的社會責任 譬如說我們衛生局 我們一些醫院來講 凱旋醫院是精神醫院 就有社會責任 民生醫院 也是疾病管制的醫院 當然現在有社會責任 除了這以外 我認為全部都要民音化 你要看台東便醫院 民音化的結果怎樣 因為我最近 身體檢查都在那裡 幾乎都客滿 當時要拿一個藥 去抽單 要落錢 拿藥 都在那裡等多久 起碼等到四十分 要叫台東便醫院 稍微改善一下 我們不是耍特權 實在說 人是太多 是不是能夠增加一些 繳匯的地點 可以說 實在說 行李非常好 所以我認為說 我們一定要朝著 民音化 朝著民音化 那公車的部分 我也一直希望 我們事務團隊 能夠民音化 那現在我們公車處 已經正式 在明年的 一月一日 就正式民音化 阿業明 做港督 客運公司 那董事長 這名 應該台灣很熟悉 我們文太 就是我們前的交通局的局長 那下一頁 我們事務團隊 我們交通局 跟公車處 大概有統計 都有統計 大概 民音化以後 我們每一年 都可以先 備業的經費 我個人是 遲得 非常 懷疑跟 保留的態度 下一頁 從這一頁 我們來做一個 比較 就是 就是 明化 我們 整個的 財務狀況 只好 我們一年 大概 虧損還有補貼的部分 是 超15億 那 我們明年 明化以後 我們 從你的基金 跟我們交通局的 預算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你們的報表 你看 公車處的基金還偏了 7.3億的 照理說 因為我們現在在清算 照理說 應該是 明年 你不能變成 但是你們還是 編了7.3億 那交通局 編了正式的預算 補貼 4億多 還有我們整個 因為我們公車處 到目前為止 我們已經付出多少 兩百四十億 當然這要 六二十億 大概有三四億 你看 明化之前 我們一年的虧損是多少 十五億 結果我們明化 以後 一年的補貼虧損也是多少 十五億 我剛好強調一句話 我們明化 樂觀其整 但明化 我們整個財務的結構 應該有所改善 起碼 你也說 明化 第一年 我們 就是 減少了幾億 補貼的部分 是不是減一億 第二年 減兩億 明化 不夠有作用 像台北市 有大多位客人公司 人家一年 過去都要一二十億 結果我們明化第一年 大多位客人公司是什麼 是賺錢 賺到百萬 結果他們的補貼 他們的補貼 他說 逐年 一直在 地檢 一直在地檢 所以我希望說 我們 既然要明化 在財務的結構上 我們要達到 逐年的地檢 這樣明化 比較有意義 下一頁 下一頁 還有一頁 我先再談一下 還有一頁 還有一頁 我們明化 我們的資產的部分 我希望 立即的去處理 結果 我們的租賺 實在說 有人非常多 我們大概 估價有八十三億多 啊 我們 土地的取得靠條 經濟稅 有七十六億 實在說 你不肯處理就對了 我們一直 還是在借錢 我們的利息 一直在付出 我感覺 對高雄市人 不公平 我建議 你看明化 他的資產 的處理是什麼 二十年 一百二十三年 要處理 我認為 真的不對 要處理 應該 這幾年就要處理 因為 你自賺 賣掉 我們可以減少 我們整個負債 減少我們的借款 所以這方面 這方面 我希望 事務團隊 能夠 做一個 改善 抱歉 這真問題 我 不請我們 交通局的 担局局作為一個 不用了 我是希望你 我是希望你 希望你 針對 公車民化 我們的財務結構 一定要什麼 重新的調整 我不敢說 一年十五億 你都不用變 你起碼 幾年 你減一億 幾年 你減兩億 當然要減到十億 是不可能 期盼到十年後 我們一年的補助 金額 大概 成為個位數 我們希望 朝這個方向 土地的部分 我們說出來 二十年後 要處理 我認為 我認為 應該 重新檢討 第二年後 土地的部分 資產部分 因為 我們公車處 這個土地誰說的 都是 肉地 都是那些 我相信 價格 說不定 超過一百億 也不一定 可以改善我們整個高雄市公車的財務結構 可以改善我們高雄市的財務結構 下一頁 自由 經濟示範區 沒有後場 高雄市 自由經濟示範區 實在說 我們一直在擔憂 是不是 會被 桃園航工程 包括 台中港 自由經濟示範區 變形化 但是 共工 到目前為止 自由經濟示範區 絕對 沒有 變形化 有什麼沒有呢 因為 我們 倫敦 非鐵金屬交易中心 整個一直在投入 所以 包括 現在 現有的部分 南新的部分 已經額滿了 現在 包括 我們 那個中島部分 也有廠商 進駐了 包括 我們 八十幾號就是 好像 高倫吧 就是這座 那個物流中心 他已經進駐了 進駐了 所以 我們共工區 其實 自由經濟示範區 沒有被 邊緣化 但是 我是認為說 只是 物流 延續而已 我感覺還是 嚴重的不足 應該朝了一個什麼 經貿的地方 就是說 可以做無業 可以做金融的部分 這地點 哪裡最好 我相信 就是在 我們都公文金貿易區 是最好一個 地點 那 除了 這以外 我們自由經濟示範區 就是說 在工區的部分 就是 錢店 後面是 有生產的 這些工廠的用地 那 我是建議 我是建議 下一頁 就是 在我們 國道七號 交流道部分 來開閉一個 新的 工業園區 我們說 我們說實在 我們建的 整個 國道七號 二十三公里 九個交流道 我覺得 非常非常的離譜 我希望 事事 縮短為四個 四個交流道 在四個交流道的部分 我們可以做上 新的 工業園區 落實什麼 我們 自由經濟示範區 前店 後面 後廠 可以做一個 生產的 資源 希望 我們 四個團隊 針對 國號 七號 整個新建案 是不是 我們交流道的部分 從 九個 交流道 建議 剩四個 交流道 那四個交流道的 附近 我們又建議 來 開闢 新的 產業 工業園區 我相信 這對 高雄 經濟經濟來說 是一個 非常 非常的 一個正面 希望 我們 四五團隊 能夠 加把勁 可以來開闢 一些 新的 工業園區 抱歉 時間問題 就 不用答覆 那 最後 我來做一個 結論 做一個結論 高雄社 已成為一個 餘居的 國際級的 大度會區 那 像今年 我們 我們 在整個 城市 國際 宜居的 這些獎項 我們得了蠻多的獎項 所以 高雄市 無庸置疑 是一個 宜居國際級的 大度會區 它 具備的 完善的 軟體 硬體 的設備 還有 四通 八達的 運輸 系統 這個可以說是 中央 和 地方 共同 打拼的 成果 那從 都工人 經貿 園區的 DC 21 軟體科技城 包括 我們 會展 中心 一直到 亞洲 新灣區的 港幅大樓 及 旅客服務中心 還有 環床 一直到 我們 文化 流行 音樂中心 一直到 我們 波沃特區 包括 輿人碼頭 包括 負責整個 交通的 這個 觀光輕軌 捷運 這些經費 大部分 都來自 中央 但整個 執行者 規劃設計 跟施工的執行者 是我們 事務團隊 希望說 我們 中央 跟地方 可以說 多一點 互動 希望說 多一些 建設性的 建言 少一點 內 從 WTV 到 FTA FTA 就是 國與國之間的自由貿易協定 到 ECPA 到 兩岸的 福貿協定 這些 都是為了台灣的 經濟發展 希望台灣 能夠多一些 鼓勵 少一點 批判 少一點 批判 我認為 批判 是一種 阻力 是一種阻力 那 鼓勵 才是一種動力 本市一直認為 我們台灣 是一個海島型的國家 我們經濟的命脈 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的貿易進出口 所以 你看 FTA 為什麼 一直希望 國與國之間的 貿易協定 趕快落實 對我們 台灣的 經濟 尤其台灣的 競爭力 是一大 考驗 如果 我們能夠 簽署FTA 大概就牽涉到 零關稅的 問題 那台灣 以紐西欄 整個 貿易協定 已經在我們 七月 七月 已經簽署 那台灣 跟 新加坡 中國 的整個 貿易協定 我相信 在未來的幾個月 也會 簽署完畢 這可以說 是 我們 整個台灣人民 包括 從中央 到地方 大家 打拚 會成功 會成功 那 海峽兩岸 誰會說 台南共 不是國與國之間的 關係 是一種 非常特殊的一個 緊密關係 希望說 我們 從 EKFA 到 兩岸 的 福茂協定 四次 就比照 就比照 台灣 跟 紐西蘭的 貿易協定 台灣跟 新加坡的 貿易協定 希望說 我們一起來努力 不要 分彼此 不要分彼此 不要分彈派 可以 取得 一個 共識 希望說 我們這個 兩岸的 福茂 協定 可以 可以 持續 可以 通過 可以 簽訂 我相信 對我們台灣好 對我們共和國 可以說 是一個 非常大的 大力多 所以 有時候 人家會講說 自己有什麼關係 跟 每一個人 都是 息息相關 所以 我希望 我們 陳巨長 陳市長 在 整個民進黨 裡面 你是 有 說服力的 一個 重要的 一個成員 我希望 我們 陳市長 為我們台灣好 為我們高雄 針對 兩岸福茂的部分 希望說 能夠做一個 協商 做一個協調 讓兩岸的福茂協定 早日來完成 我相信 這是我們台灣人的福氣 今天的總質詢 到此 結束 感謝大家 謝謝 謝謝 休息順中